來到瑟拉子 每位遊客一定都會去的就是粉紅清真寺了 可以說是伊朗南部最優雅最上鏡頭 也是最完美的清真寺 進入主店之後 第一個感覺應該就是來到了萬花筒的內部 各位早安 現在是今天幾號 今天8月1號來到了8月 我們早上的8點半 你知道我今天要去哪裡嗎 我今天要來到瑟拉子一定要去的一個景點 它是算是在整個伊朗最最最最漂亮的那個清真寺 叫做粉紅清真寺 然後它原本的名稱叫默克清真寺 剛好離我住的那個BB Hostel 走路大概只要10到15分鐘 所以算是非常的近 而且去那個清真寺一定要早上去 越早去越好 它大概是早上8點開 但是我現在剛吃完早餐有點慢了 希望今天應該是不會太多人 對 因為一定要清幽的一個環境才能拍到最好的照片 人越少越好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趕快過去吧 門票多少錢 我等一下到那邊再告訴大家 走 那在走去清真寺的過程當中呢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很多人問我說來到伊朗啊 就網路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邊網速會不會特別慢 其實不會喔 你看我常常在IG上面開直播 這都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呢 我跟你說 來到伊朗一定要準備好VPN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像我們使用LINE Instagram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可是呢 像我要上傳影片到Youtube嘛 Youtube跟Facebook這邊是ban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VPN 那我今天就要來介紹一個好朋友 我的好夥伴 對心中的好夥伴就是 Surfshock VPN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來到伊朗 需要使用VPN吧 VPN 虛擬私人網路 主要功能是把你的網際網路連線加密 保護隱私 保護你的IP位置 免於遭受釣魚網站或是駭客入侵 讓你在全世界都能安全的下載重要文件 在95個國家有超過3200台的伺服器 重點只需要一個帳號 就能在所有平台上面使用 實測連線速度 按下去只需要3秒即可連線 這樣我就能在動輒搭車要6個小時的伊朗 安心的看Netflix還有上傳影片到YouTube啦 到影片下面連結 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Ben Woo 就可以獲得E7折扣的超級優惠 和3個月的免費試用 有了Surfshock VPN 大家就可以繼續觀看我在伊朗的冒險影片啦 就是啊各位 有時候你會看到很多人在這邊排隊 在這間店家外面等 他們等的就是等 新鮮的麵包出爐 OK 點那個Same Jack 大家會看到這間店路 但你們在車路上 需要很高興 可以保持15分鐘嗎 我要找一個禮拜的 它是一個禮拜的 可以做一步嗎 那是一步快usion 你會想到道路 而且每一間那種烤爐店 就是那種麵包店他都只賣一種 Semgap就是Semgap 然後還有那個Toftun他就只賣一種 所以大家每次在出爐的時候都會去那邊等 好啦前面就是Pink Mosque 粉紅清真寺 他看起來非常的不起眼對不對 但是進去呢我跟你說 絕對禁掉你的下巴 來到瑟拉子每位遊客一定都會去的就是粉紅清真寺了 可以說是伊朗南部最優雅最上鏡頭 也是最完美的清真寺 原本的名稱其實是默克清真寺 建於伊朗的卡扎爾王朝起建於1876年開始建造 朱朱花了12年才完成啊 來粉紅清真寺一定要早上來 越早越好最好是一開門就進來 那個陽光灑在彩色的玻璃窗框上 再用波斯地毯當作背景 那個畫面堪稱一絕 然後我來跟大家說這邊是不能帶香氣進來的 所以我現在只能用我的 Insta3601RS 我轉過來給大家看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個還好今天有陽光 我以為早上出來是沒有太陽的 殊不知剛8點半的時候 馬上出太陽 很漂亮的地方 好 來吧 女生來不只要包頭巾 還需要罩袍 把全身包緊緊才能進入 但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大門口都可以借喔 那你知道這邊還有什麼東西要拍嗎 就是你必須要站在那個彩色玻璃旁邊 然後讓那個顏色灑在你的臉上 就像這樣子 就找個好地方 基本上只要靠到這邊就對了 你看就是這種感覺 這種浪漫的感覺 然後尋找各式各樣的顏色在臉上 我講起來沒有很浪漫 如果女生來這個牌包的話 超級漂亮 其實兩邊都可以 就像這樣子這邊 19世紀的波斯帝國開始受到西方各國的影響 原本伊斯蘭圖騰的磁磚越來越稀少 改成從歐洲進口的磁磚 歐洲的磁磚除了花草圖案之外 還會有歐式建築印在上面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會看到這麼風格迥異的裝飾啦 這就是粉紅清真寺的外面 基本上外面是沒有什麼看頭的 除了這些磁磚之外 OK 但大部分人還是都去裡面拍板照 好啦那我現在已經從這個粉紅清真寺 默克清真寺出來了 我覺得這邊也得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 在裡面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一進去我就知道 它不能用相機拍嘛 然後就把我相機收起來 那它其實完全沒有寫 但是它那個工作人員跟我說OK 那我就乖乖的把我的單眼 然後還有麥克風把它收起來 那我想說裡面應該是可以用手機拍 他說對只能用手機 好那我進到裡面開始拍了以後 大家前面那一段我是用那個 Insta360 ONE RS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有另外一個印度小哥 結果前面給大家看 我幫忙拍了很多照 拍完以後陽光就沒來那個印度小哥 因為它從頭到尾在裡面都是用那個 GoPro 然後帶麥克風一直拍拍拍拍拍 然後從頭到尾都沒有人制止它 OK 那所以我也結果拿出我的運動相機拍 結果拍一拍呢 我走到外面的時候 竟然 他說不行 我說蛤 我傻眼 我就想說他前面拍了那麼久 你們沒看到你們已經看你們一定看到 但是卻沒有制止他 那為什麼要制止我好這就算了 那我在等陽光的時候 我又進去了那個大廳 準備拍那個彩色窗畫的時候 我靠 我看到有個女生她竟然拿單眼 她可以拿單眼在那邊拍 然後也是完全沒有人制止 那我就是被針對 我是傻眼 我的相機不能拿 這就OK 她沒有說 但是我看到裡面有人拿相機 又有拿運動相機的 那我想說為什麼要針對我 她害我很有點不是很滋味 她害我覺得不是滋味 然後我就好 那我拍到我要 然後我就快出來 不要在裡面就是惹是生非 你知道嗎 所以那感覺不是特別的好 你知道嗎 我也是有遵守他們的規矩 那他們也沒說 GoPro不能拍 因為我看到有人拿 所以我才拿出來拍了嘛 對不對 唉 所以就是比較可惜啦 因為我還帶了我的腳架 大腳架過來 殊不知裡面既然沒辦法拍 那可能畫面就沒辦法 拍到我想要的那麼多 而且這樣今天天氣不是那麼好 所以就 唉 對這個粉紅青 那是有點的感想 有點大打折扣 但我覺得你拿到蛇辣子 還是要來啦 花100塊台幣 老選一個大太陽的時候的早上 你就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照片 OK 唉 那我要先回我的青年人車 放我的腳架 然後再去下一個景點好不好 這個feeling有點不好啊 過橋以後來到河的北岸 如果你以為粉紅清真寺已經是伊朗清真寺的天花板 那在看完濾鏡清真寺以後 你的答案可能會有所改變喔 好那我現在過橋了 就是來到了河的北岸 那這邊呢就是叫濾鏡清真寺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那這邊是有在使用的那個清真寺 所以我們進去要抱持一個比較虔誠的心態 OK 我們前面幾個都比較像是博物館 那這邊的話就是後面那個園頂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就要進去那邊 然後拍出最好看的照片給大家看 來到這裡雖然不用門票 但是要由管理員帶領穿過遊客專用的門 才能進入到主店 進入主店之後 第一個感覺應該就是來到了萬化桶的內部 之前看過的靜廳根本小屋間大屋了 濾鏡清真寺始建於1200多年前 曾因地震而遭到破壞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的清真寺則是建於19世紀末期 內部鋪滿了綠色的鏡子 蠶閃發亮 好像身處一個超現實的夢境 很多人會把光明王之墓跟濾鏡清真寺搞混 但其實光明王之墓不是採用綠色的鏡子 而是一般的鏡子 而且濾鏡清真寺的主人 Ymir Ali 是光明王之墓的主人的侄子 雖然不一樣 但關係上還是非常的緊密啊 這絕對是我在伊朗看過 最最最最fancy 最bling bling的那個清真寺 其實真的太壯觀了 我來看 能拍出這樣的奇幻畫面給大家看 這次使用的鏡頭也很重要 對吧 這顆Olympus 825 f4.0等效1655焦距的鏡頭 畫質很好不說 抗鬼影也抗光斑 在16廣角端時也不會有過度拉伸的現象發生 在這樣的大場面搬出來 絕對不讓你落空 好 那我出來了 在裡面戴了十五二十分鐘 我的眼睛呢 必須要戴上太陽眼鏡 因為裡面實在是太bling bling的 那其實你一進來 我覺得他們這邊很棒 免費就算了 他裡面有一個算是 管理這邊的一個伊朗人 他英文很好 那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問他 那像我剛剛一進來就像一個迷途羔羊一樣 我完全不知道往哪邊走 我就先到了廁所 然後他找到我說 欸你要去哪裡 我說想要進去那個 呃...濾鏡清真寺看看 他說好 跟他走 他說這邊有三個門 一個是女生專用 一個是伊朗男生專用 另外一個是遊客專用 所以遊客專用就是走旁邊的一個側門進去 然後要拖鞋 那進去的話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 Amazing 除了Amazing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話來告訴大家 對 那結束以後還有他還可以喝茶 對 那你有任何問題就直接問他就對了 那我覺得這個濾鏡清真寺 算是我在社拉子這邊 待了兩三天最棒的一個景點 那個感覺非常非常好 那早上沒辦法拍到那個粉紅清真寺 沒辦法好好的拍就是 有點不爽 其實也還好啦 但是來到這邊的話 那個心情直接大好 看到那麼棒的建築 超過八百年歷史的Holy Shrine 算是在整個伊朗最老的 那我覺得真的是 沒有白來這一趟啦 過橋 過河的北岸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那我剛從那個濾鏡清真寺走了半個小時 來到了這個古蘭金門 我跟你說 因為古蘭金門它很特別 它算是在之前在十八世紀 十七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社拉子城 你如果是旅行者的話 或是相對 你只要進到那個社拉子城 一定會經過的城門之一 它原本有六七座 但現在只剩這一座保留在這裡 那原本它應該是在路中間 但是因為就是要保留這個古蹟嘛 所以它就沒有把它擺成在路中央了 現在就是入了可以這樣經過 那我們那天晚上八成那個巴士進來的時候 其實也有看到 但是不好拍 因為太暗了 那其實這邊的話 問你叫古蘭金門 因為它在塔最上面 原本有放那個古蘭金 但是呢 現在已經移到了波斯博物館 在那個市中心 就是那個馬薩旁邊的那個博物館 所以就變成一個象徵性的意義就對了 啊 好熱啊現在 去了那麼多地方要來吃飯啦 這間餐廳你各位一定有看過一定有聽過 因為它就是波朗咖啡的伊朗分店啊 開玩笑的 看看這個Logo是不是很眼熟啊 但我跟你說這Logo其實是被盜用的 台灣的波朗咖啡賣咖啡 伊朗的尾波朗咖啡賣的則是素食 是不是超出你的想像啊 好啦那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漢堡 這麼大 這個是鬆成牛肉的 OK 可以吧 這個是完全 好吃 這個 色拉子博朗咖啡賣的不錯 這樣子的話是135塊 但還蠻好吃的 做得是很紮實 你看 嗯 越吃越刷水耶 還有滿滿的香菜 讚啊 但它這邊跟波朗咖啡完全沒有關係 大家會發現它把 就是台灣波朗咖啡那個咖啡杯有沒有 直接換掉 它把它就是沒有拿任何 手上沒有拿任何東西 你看 好啦那吃完這個伊朗版的波朗咖啡呢 我認真覺得我現在超級飽 那個漢堡呢是135塊台幣 OK 就135萬嘛 然後加一瓶可樂是140塊 所以總共145塊 然後沒有薯條 就跟我們台灣吃到的素食不一樣 可是呢 飽足感超級大 因為它裡面非常紮實 而且它既然加了香菜 我第一次吃到漢堡裡面有加香菜 雙橙牛肉 然後再加上什麼 雙黃瓜 番茄 生菜 跟香菜 我覺得 這個135塊呢 我是可以接受啦 因為代表我大概晚上也不用吃了 因為真的太飽了 但是這一間真的是 清泉清泉到一個 難以復加的一個地步 它就只有把台灣的波朗咖啡的那個 右手拿著咖啡杯把它拿掉 原本是有烤串 但現在也有把它更新的一個版本 但我覺得這還蠻好玩的 能在伊朗吃到賣漢堡的波朗咖啡 我覺得也是死生難得的機會啦 OK 那吃完中餐 我們要回去休息一下了 那等一下呢 要拍什麼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這個就是影片的最後了 那明天呢 要去哪裡 明天要去來到瑟拉子 一定要去的一個地方 波斯波利斯 OK 是由那個大流氏 它所蓋的一個城鎮 但是它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不然是廢墟 變成一個遺跡了 那我們要從那個萬國門走進去 我跟你說 這是來到伊朗 一定一定會來的地方 那我們就明天一大早搭車去 那我要離開瑟拉子的中心 然後到那個小城鎮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傳說中的波斯波利斯了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拜拜